今集邀請到市政署代表許美山小姐上來節目 許小姐 你好 為關懷社區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 市政署在多年前已經成立了義工隊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市政署義工隊在2009年成立 當時由民政總署員工自發組織 發展至今已有13年 現時共有160名成員 困來自市政署不同的部門 市政署員工希望發揚互助的精神 在假日或者公余的時間 唯有需要的人士改善家居生活環境 義工隊的成立至今 總共提供了163次維修服務 以及舉辦了48次的社區關懷行動 服務人數近3300人次 義工隊的主要服務對象和內容是甚麼呢 義工隊的服務對象為本地藥勢社群 主要包括單親家庭、長期病患者、獨居長者、殘障人士、 弱能人士、精神病克服者等 義工會為他們提供家居水電維修、安裝扶手等服務 同時也會透過家居探訪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傳達關懷與問候 此外也會支援其他本地的社會服務團體開展的義務工作 以奉行和傳承、倫理互助、落於載人參與社區的有禮精神 展望未來市政署義工隊將如何發揮關懷的力量 繼續為有需要的人士服務呢 市政署義工隊成立的宗旨是團結市政署力量 實踐關懷理想、關注弱勢社群、構建和諧社區 未來義工們將會繼續秉持隊伍的宗旨 以熱誠和愛心服務社會 並積極與本澳各社服機構加強合作 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本署期望義工們和受助者可以在過程中 一同分享、一同成長、彼此都有獲益 市民如果對本緝內容有任何疑問 又或者需要市政署義工隊的協助 歡迎致電本署公民教育資源中心28471371 或者市政署市民服務熱線28337676查訊 謝謝許少姐 謝謝 今集節目時間夠了,再會